這個媒體報導有點粗 那我4月12號 那麼因為當時這個施打疫苗的意願不高 那所以我們地方首長都帶頭打了第一劑 那我們在10到12週的時候也打了第二劑 那針對國產疫苗的部分 那麼我想衛生福利部 包括食藥署以及機關署 這兩個審查機制都會參著專家的審查 以及具體的數據 那我相信只要能夠使用 那麼一定是要安全有效沒有問題 那屆時國產疫苗只要能夠衛福部 能夠通過審查 我想大家還是可以新來 那所以未來我如果有打國產疫苗的機會 那我也願意來施打 那不過這一次因為已經AZ打過兩劑 那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這個 中央隊疫苗施打會不會有新的規範 還不知道 連絕對國產疫苗的線藥 一座 兩劑 一座 兩座